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鸡蛋不要炒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蛋的新吃法 把啤酒倒进鸡蛋里面 然后用筷子随便嚼几下 再往锅里一倒,出锅就是一道美食 做法非常简单,很多人都没有做过也没有吃过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碗,再来准备四个鸡蛋 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 它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 还有我们所需要的氨基酸 经常吃鸡蛋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好 但是很多人都只会清蒸或者红烧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保证你从来没有见过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打入四个鸡蛋 然后再倒入昨天喝剩的半罐啤酒 啤酒大概100毫升左右 然后再用筷子把鸡蛋搅散搅拌均匀 搅拌至鸡蛋和啤酒完全融合在一起 搅得细腻一点,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加入三勺普通面粉 再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鸡蛋液 少量多次的倒入面粉中 再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啤酒中含有气泡 用啤酒中的气泡来代替酵母来发酵 我们做出来的面食能够达到蓬松非常酥脆的口感 搅拌至没有面粉颗粒,像这样粘稠的状态就可以 然后盖上保鲜膜,密封发酵一会儿 我们给它放到温暖的地方 再来准备一根胡萝卜 用削皮器把皮去掉不要 去皮之后再切去头尾 然后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我们尽量给它切得薄一点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再改刀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根火腿肠,包去外皮 再用刀以分为四 最后把它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改刀切成葱花 葱花我们可以多切一些 这样葱香浓郁更加好吃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面糊已经发酵好了 看一下里面都是小气泡 温起来非常的香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五香粉 把切好的葱花也加进来 火腿肠也加进来 胡萝卜丁也加进来 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让面糊和所有的配菜都融合在一起 先放一旁边用 接下来把锅中油温烧至六成热 把勺子放入高温中烫一下 把勺子烫热 然后再用一勺面糊 放入锅中 面糊预热凝固后 就会从勺子中自动脱离出来 我们用这个方法把我们调好的面糊 像这样一勺一勺的全部都放进锅中 我们这样做手不用粘到面粉 既简单又快速 面糊全部放入锅中之后 转中小火慢慢炸 这里要注意全程开 中小火慢慢炸 火不要太大 如果火太大的话 表面都已经炸糊了 里面还没有熟透 我们再用筷子给它翻动翻动 让它两面瘦肉均匀 翻动均匀之后 中小火再炸三分钟左右 炸至表面金黄 再用落勺把它们捞出来 然后再开大火 把锅中油温烧热 烧至八成热 然后放入锅中复炸一遍 复炸一遍之后 吃起来更加的酥脆 复炸20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控油捞出来 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盘中放凉 一个简简单单 非常好吃的鸡蛋泡泡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外酥里嫩 而且我们加入了很多配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盖开之后里面有许多的小气泡 非常的松软 早上搭配上一碗稀饭 或者是牛奶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